新唐人大紀元媒體集團總裁堂中等 會見了今年1月到任旅新的 紐約華僑文教中心主任陳永峰 以及副主任金芳芳 疫情在美國的狀況慢慢緩解了 大家都打了疫苗 所以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拜會我們新唐人電視台 還有大紀元的媒體 喬教中心主任稱讚新唐人和大紀元媒體集團 無論在什麼樣的壓力下 仍秉持新聞理念 傳遞新聞真相 希望未來能進一步加強合作 更廣泛的為海外華包服務 我想新唐人電視台跟我們大紀元媒體 秉持這個公立的一個角色 可以來發聲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容易 也非常需要道德勇氣的 希望未來中心可以跟我們媒體 有更好的一個合作的關係 那也把我們華人的聲音能夠表達出來 近年來 各國都對中共利用孔子學院 進行滲透統戰的手段有所警覺 開始接連關閉各地的孔子學院 陳永峰表示 根據台美合作倡議 未來會積極填補美國民眾對中華文化的需求 包括成立並推廣社區華語文學習中心 藉由我們僑界 就是我們本來就有很多中國學校 希望藉由這樣師資跟學校的一些規模 我們可以來填補這樣一個孔子學院 離開的一個空隙 就是讓我們社區學習中心來擔任起 來傳播華人教育的一個華人文化 一個正確華人文化的管道 新唐人記者宇婷 宋哲 紐約報導 她打開放 儘管 女士 七 七 五 七 七